畫面中可以看到一部小客車行進在路間 不過他卻是猛閃煞車燈 一路上走走停停 行機很詭異 被警方盯上要求攔查 發現駕駛是名外國人 不過還是要求他出示相關的證件 男子不知所措 警方進步確認 發現原來他是沒逃逸移工 帶你來看當時情況 We check your identify, ok? 發現前方一台自小客車 多次擊殺 行機可疑 被其上前攔停 發現該車駕駛為38歲的 戀性失聯移工 所以依法將其代反所偵辦 事件發生在台北市南港區 據了解駕駛是名越南籍的移工 已經遭到通報失聯一年 當時他是開著女友的車 因為不熟路況以及車況 才會邊開邊找路 而這反而讓他被警方盯上 後續也將被解送到移民署 台北專情隊 將他遣返回國 也不可疑 對